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很多科学家说,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 比如说建造设计飞机 有的人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在从事军舰的建造或者坦克的建造 而彭氏璐先生却说,我这一辈子做了两件事 一是建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彭氏璐先生,他的父亲是澎湃,我们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 但是在彭氏璐先生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被敌人杀害了 所以他小时候就是一个孤儿 那么在二十多户就是老百姓的家里轮流这么寄养 十四岁就被送到了延安 所以他的经历也是非常奇特的 后来他就被我们国家送到了苏联去学习 当时他学习的是化工机械专业 在他1956年即将毕业的时候 我们国家想从年轻的这些留学生里边 留一部分人改学专业 就是学原子能专业 那么征求彭氏璐先生的意见的时候 他说呀,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 那么他呢就改行,学习了原子能专业 他回国以后呢,从1958年到1974年的8月1号 这个期间一直在搞我们国家的核潜艇 所以呢,在这个期间呢 当然是隐姓埋名的了 那么1974年8月1日 就是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交给人民海军了 当有人说啊,彭氏璐先生啊 是我们这个国家核潜艇之父的时候 他说,这是贪天之功 我充其量是核潜艇上的一颗螺丝钉 所以呢,他虽然是我们第一艘核潜艇 因为核动力嘛,他是这个总的设计师负责人 但是呢,他说我只不过是上面的一颗螺丝钉 那么后来呢,他因为学的呀 是这个核动力的专业 或者是说呢,原子能专业 我们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呢 就要建造啊,或者是说引进啊 这个商业用的核电站 那么这个对中国来说也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因为是引进外国的啊,这样的设备 那么就是大雅湾核电站 这个彭氏璐先生呢 他做了三个重要的这种设计 或者是这个提出了建议啊 第一就是多少投资 第二是以什么样的进度 第三呢,是用什么样的质量啊 就是来控制啊 整个的投资进度啊 质量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商业的核电站 那么后来呢 就是这个秦山核电站啊 就是在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的时候呢 彭氏璐先生就向国家提出啊 这个事啊 我们必须要把技术拿到自己的手里啊 我们要以我为主 中外合作 就是这件事 不能我们总是买外国的设备 完全按照外国人的意见来办 而要把这些主要的技术 逐渐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自己来建造中国的核电站 所以呢 从秦山二期呢 呃 就是已经由中国啊 来为主设计建造了 所以这个彭氏璐先生呢 他还是我们国家 就是第一座啊 就是商用啊 这个核电站啊 这个主导者和这个设计者 或者是负责人 所以他说他这个一生呢 干了两件事 第一个是核潜艇 因为中国过去从来没有核潜艇 那么第一艘核潜艇的建造 他参与了 那么中国过去从来没有核电站 那么现在这个民用的核电站 他又是啊 第一个参与了 那人们就说呀 你是这个我们国家呀 就是核领域里边啊 或者是这个在核工业里边的奠基者 你是核潜艇 他说不是 他说我呀 就是在我们国家 这个核工业领域里边的一个拓荒牛 他说因为我是属牛的啊 无论是核潜艇还是这个核电站 过去我们国家都没有 那么我们呢 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所以我是一个开拓者 所以我是一个开拓者 是一头牛啊 他是这样 那么在取得了啊 就是这么众多的成果以后 他的年事逐步的高了 但是呢 他在带年轻人的时候啊 记忆了厚望 他对这个我们国家核工业的啊 这些后来者说呀 我们中国的核工业啊 一定要更加的强大 他说呀 你们要加倍的努力 因为你们是最棒的 他不是说哎 我是开拓者 我是啊 这个呃功臣啊 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啊 那他说呢 你们是最棒的意思就是你们是比我还要强的 你们只要是祖国的需要 那我就上 那现在仍然是祖国的需要 你们要上啊 要超过我们 把中国的这个核工业啊 这个事业呢 继续的推进下去 而且要推进的更好 所以呢 通过彭世露先生啊 在研制我们国家的核潜艇 和建造我们国家的就是核电站的这个过程中 他所发挥的作用啊 和他自己的啊 这种言行啊 确实为我们后来者呀 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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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